麦莉喊着口号 陈玉隆搭上了乌克兰战将的话题 为选举造势 找来了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 和多位民进党籍的立委 连退党的黄国书都到场来相挺 声势浩大 帮新人拉台声势 蔡其昌当起了母鸡 带着原班人马 又来帮杨总理站台 期待得胜 非礼不可 非礼不可 蔡其昌半个小时连跑了两场 只因为台中市北区市议员的选举 竞争相当激烈 这个区总共只选出三席议员 但绿营打算推出两位参选人 光第一轮的初选就挤破头 除了争取连任的赖家威 还有前台中市长张温英的女儿陈于荣 加上杨总理以外 还有邱错理的里长高敏玉 形成四抢二的局面 面对这么多新人的挑战 现任的赖家威也觉得很有压力 民众可能会误解 就是说现任的可能不需要民调 对我们现任来讲 可能也是一个危机 前台中市长张温英的女儿陈于荣 四年前中西区初选没有过 这一次卷土重来 转战北区 年轻人参选 我们希望能够到最艰困 最辛苦的地方 为民进党为人民拼下第二席 那我想很多人说 北区蓝大于绿 确实蓝大于绿 但我想我们不是没有翻转的可能 只要我们努力扎根 过去从事司法改革 国际人权相关工作的杨总理 也积极争取参选的机会 一步一脚印 那我们走遍台中北区的36个里 我也提到我们会进行 这个巷战的工作 台中市北区过去一直是蓝大于绿 但新人挑战艰困选区 踊跃投入初选 要为绿营多搬下一城 民事新闻中部综合报道 更多精彩新闻请下载APP 订阅民事新闻网